Dflix 4 Currets Hello 欢迎收看这周的米萨新闻 我是你的专心师米萨小姐 用星座星盘分析你想要知道的新闻事件 2020年最重要的事情 绝对是选总统了 这次的局面可以说是非常的混乱 你觉得他要选的 还没有松口说要选 你觉得他没有要选的 他就是自己跑出来要选了 目前位置还有很多未解的谜团 所以我们今天用新盘来看一下这七位总统候选人 好期待耶 真的七位啊 好他们分别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大气总裁郭台铭 王金平 赖清德朱立伦 好人气的高雄市长韩国瑜 还有总统蔡英文哦 哇蔡英文也太神秘了吧 对因为他的官方的生日是8月31号 但是是找报了户口 他自己本人的说法是 他的生日应该是9或10月 也就是大概处女或是天秤座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因为他讲话只讲重点 而且还破了不是很多 形式风格又非常的低调 所以我个人认为他是处女座的无误 哎哟这个这么敏感的问题 不好说不好说 好啦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我们就用专业来分析 接下来进行我们的候选人战力分析 情境题 现在有七位同学要竞选班长 他们各自的强项在哪边呢 好首先呢执行力呢 我要颁发给柯文哲同学 特别是厉害 因为这个很强耶 对我要说一下他的星盘 非常的奇妙 因为他的行星非常集中在那一两个地方 但是其他地方几乎是空的 就代表说他人生关注的事情 其实非常的少 但是在这些事情当中 他只要一出手就有一个天才的格局 太厉害了吧 对但是在除此之外呢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生活白痴无误 对我想是的 那么到底有没有选班的呢 柯P呢他的星盘月亮跟冥王星有何像 就代表他把内心真实的想法藏得非常的深 不管你跟他多亲近甚至他的枕边人 你就是不知道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by the way 小猪罗自祥也是这个相位哦 是想说我吗 对对 那现在狮子座呢 我其实是建议采取首饰 那是因为柯P同学他的星盘哦 他的外形心跟内心心全部有相位 就代表说他这个人其实有改变世界的自我期待 而且他有这样子的宿命 所以现在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我们就静观其变吧 那我想说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妈子 我知道你要讲谁 好啦那经济力我就要颁发给郭台铭同学咯 妈子叫他选班长的不是吗 对就是呢天秤座的人呢 他做什么事情都不喜欢说是自己的意思 都会说是别人像他这么做的 所以你可以关注你身边的天秤座朋友是不是常常说什么 哎呀我朋友说啊我妈说啊 就是把别人的话来确立自己的合理性 真的哎 而且天秤座的人呢 很知道怎么样讲别人想听的话 比如说现在同学最关心的是没钱交午餐费好了 那天秤座的人就会说 好我来想个办法 让大家都交得出午餐费吧 那如果他选上班长还会一样法制吗 其实郭台铭同学呢 他的木星在水平座 并且三分像太阳水星金星海王星 如果他进入工部门体系啊 其实不会有那么大的不适应哦 而且他多年的领导经验 其实可以协助整个工部门的效率提升 他基本上是霸气依旧 但是做什么像什么啦 然后五月天的阿信啊 他也是这样子的太阳水星海王星合像的人哦 到底什么是公德力啊 好公德力呢我要颁发给赖清德同学 我就知道 公德力就是一个你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但是感觉很厉害的神秘力量 那是什么意思啊 好那赖清德同学呢 他是天秤座的 并且他太阳水星火星合像在天秤座 所以你会觉得呢 他整个人看起来就是丝丝纹纹的 然后讲话都是不运不火这样子 但是呢 他的土星又在摩羯座 就代表说其实他是很内敛的 然后很努力 但是他对于自己跟对别人都是蛮严格的哦 包大台包大台包大台 愿景丽就决定是韩国瑜同学了 要深谷宇宙吗 好先说一下韩国瑜同学呢 他的水星在双子座是个强势位置 所以他反应非常的灵敏 再加上又跟天王星有相味 所以时常会有效果惊人的发炎 但是因为他的水星跟土星呢又对分 所以就代表说他身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的发炎 也会因为他的发炎时常受到别人的检视 甚至是攻击 所以对于水星跟土星有对冲的人来说 最好的防卫就是每件事情你要做到200分 这样子才是对你自己最好的一个防卫 满分是1000分 满分是100分 那韩国瑜同学到底会不会出来选班长 这取决于他有没有被老师直接提名 如果老师说韩同学我觉得你功课不错品性优良 你直接出来选班长好了 你不要跟别人就是进行一些比赛 那这样子他就会出来选 那也或者是他找到一个很好的搭档 两个人龙胸虎弟走在一起走路有风 这样子他也会出来选 但是如果这两个都没有的话 机会就是比较少一点 那瞧往呢 好沟通力我要办法给王金平同学 双鱼座的人都很会沟通吗 双鱼座的沟通方式是大家各退一步 然后我们来成就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都知道牺牲将会带来成全 那王金平同学他的星盘是代表自我的太阳 跟代表牺牲的海王星有180度的对分 所以代表他是一个真的很客观的人 而且他非常会处理灰色地带的问题 然后他走到哪里人员都非常好 因为他最重视的就是人情 那顺带一提呢小S也是这个香味喔 那还有谁没有聊到呢 综合能力呢就是整体素质最平均的 就颁发给朱丽伦同学啦 对他好像没怎么想问的 对这个是优等生的烦恼喔 因为朱丽伦同学呢 他的金星有四分像木星还有土星 所以呢就代表他的性格确实比较四平八稳 中规中矩一点点虽然好像蛮优雅的 但是比较难突破大家对他的既定认识 所以如果选的是优等生的话就会有机会喔 可是我们好像在选班长喔 欸对不好说不好说 那他英文同学呢 就没有他的生日 所以没有办法分析他的星盘 不过他是现在的班长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他现在的领导风格 那我有些敏感问题想要问欸 可以不要吗 拜托给问嘛 韩规同学很多的粉丝 那你的粉丝会帮助他选上班长吗 那以双子座的运势来说 一直到今年的12月月初 都有来自外界的助力 但是在12月以后呢 就会这种力量慢慢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不过那个时候也已经快要投票了啦 哈呼 韩规同学 郭台平同学 是哪一个选招班长才会发大财啊 你这问题真的很为难我欸 不会啊 我印象啊 好啦 那如果说这两个人呢 都一起发财的话 他们会用不一样的方式 比如说郭台平同学 他是天平做的嘛 所以他的口号是 台湾获利美国达标中国转型成功 就是在一个平衡的角度下 希望大家都一起好 而且可以顺便蹭蹭别人的风采 就是超高的协调性 就是天平做的优点哦 对那如果韩国瑜同学呢 他是双子座的嘛 他就会提出符合趋势的愿景 然后用乐观的市场环境呢 来刺激投资人的信心 就是双子座的方式 那我想知道 蔡英文同学跟赖清德同学有心结吗 那就没有蔡英文的心盘 没办法看有没有心结啊 不过赖清德的心盘 他的金土有三番项 就代表他是很有长辈缘的人 就要看说如果蔡英文同学 他吸引的粉丝 比较多是年轻人的话呢 就可能会有 世代之间的一个矛盾 所以是粉丝间的心结吗 我没有说哦 那我们到底需要怎么样的候选人啊 其实我这是在看这七位候选人 六个心盘啦 那我有两个重大的发现 那第一个呢 就是有五位候选人 他们的代表自我的太阳 跟代表工作的水星 是有合相的就是粘在一起 所以呢 就代表说他们都是工作狂 并且我们的社会是非常认同 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付出给团体 努力呢 就是我们社会认同的基本价值 这该不会是巧合吧 其实不是 因为如果他们没有这么认真的话 也走不到现在的位置 第二个重大的发现呢 就是有四位候选人 有太阳跟海王星的相位 海王星是一颗超越现实意义的行星 就代表说我们心中渴望的是一个有想象力 能够带给我们梦想跟愿景 可以突破现状的领导人 那真的是很专业的分析耶 对 以上呢 就是我们战国七雄总统候选人的分析 那看完这个分析 花力数你已经决定好 你要投给谁了吗 那也是平屁啦 好那是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 好啦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次的米撒新闻 那如果你还想要看其他的新闻事件的话 请你留言给我 也留言给我 你觉得哪一位同学最适合当班长哦 别忘了帮我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米撒新闻下次见啦 拜拜 eh Suppose achten 并不开始 爆发 明镜